Morby Run Morby Run New Game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是我 我是一个患者 然后他躺在床上 躺在床上 然后再讲Sweet Dreams 好 继续往下 关灯 睡觉 开始做梦 对 开始做梦 Chapter 1 Bridge 桥 大家一看的话就觉得 我们真的来到一座桥 不过这个桥 很 有点奇怪 很荒废 然后很奇怪 我们首先呢 我们先要拿这边右下角的一个电池 然后往前走的话 可以找到一个这条什么放纳镜 然后呢 这边可以找到一个车钥匙 然后我们再退回去 因为刚才看到了这桥已经断掉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是要想办法过桥 对 然后这左下角有一个电动 这叫什么 控制器 对 控制器 然后呢 我们对准这个洋库车 弄到最右边 然后上车 也就可以听到 车子撞到了 对 车撞到了 然后我们拿这个放大镜 看一下这车 有人撞死了 这样不会影响到吗 对 这不算影响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这个应该是开头 这是必要的 对 要一瓶酒 开车后备箱 拿到一个撬开东西的 嗯 一个铁字的撬开的东西 然后呢 我们 把这个木块给撬开 撬开之后呢 就能拿到一个木板 然后呢 就可以过桥了 所以 桥晃来后去的 开始震 是地震 对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新闻 不对 对 地板上面的东西是可以捡起来看 哦 有人在哭 对对对 有人在哭 可以发现有人在哭 然后呢 这个东西吧 我们是走不过去的 因为 已经坏掉了 所以呢我们要 后退 后退的话 就可以看到一个很 丑陋的一个 像发条的小孩 对 小孩 很吵嘛 然后我们尝试把它给 弄安静 弄安静一点 然后呢 打碎它的话小孩子就会安静 对 然后就可以拿到一个电线 然后呢 再向前走 然后我们就发现了 我们要尝试走过去的时候 木板就掉了 断了 对 掉了 他不让你走 他不让你走 那我们在干嘛 这边有一个人叫你 屁死 他是发出那种 屁死的声音 对 对 他在问 你在找这个鞘板吗 然后他要 他要什么东西 啊 好 我们的东西可以给他吗 对 我们的东西就可以给他了 给他一瓶酒 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拿到鞘板 我就剩下一个铺块铺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 这桥啦 嗯 把它修好 然后用电线修好它 就可以上前走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 乞丐 有烙汉 乞丐他其实跟你要铜钱 但是这铜钱在这里 你会发现你直接拿铺权的铺 会被点到 对 所以你拿这个比雷针 不是比雷针 维稳针 维稳针 对啊 然后呢 就把这个五分钱的铜钱给他 然后他就会跟你说 Thank you 然后就会跟你讲 I have a nice day 很开心 很开心齁 其实这个气氛跟这个游戏 完全没有 我们得到了一个爱心 就是通关了的意思 对 看到了吧 我们第一关就这样快速的通过 好快到下一关咯 对 在这个过程中 应该会有人把那个乌鸦之类的 会撞死或者是敲屋之类的 对 然后这样的完成你就会 你就会走到bad ending bad ending 如果你把手移到那个乌鸦上面 好像就变成拳头 对 所以很多人就去瞧它 很容易就会走到bad ending 所以这个游戏很难 然后我们走到第二关 Hospital 医院 接下来我们应该进去 遇到一个小丑 小丑 这个小丑我得跟大家说一下 你如果要走到bad ending的话 这个小丑会变成很 怎么说呢 就会感觉已经烂掉了 已经被人打的 烂七八糟的那种样子 然后我会在旁边给你们列出来 然后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然后呢 这个小丑会问你 A new person one piece 穿着一个洋装 洋装 然后再跟你搭话 然后说你好像看起来迷路了 迷路了 Let me explain you the situation 来解释一下这个状况 他说呢 他们被困在一个梦境里面 对 有一些原因 We can wake up and nobody knows why 我们没法起来 都醒不过来 都醒不过来 然后谁都不知道为什么 All that happened here is an illusion 也就是说这里面只是一个梦境 只是一个梦境 所以你不能被骗 然后会说一些烂七八糟的东西 然后这些东西很不重要 这些东西很不重要 大家可以就自行去找一些翻译 我们就快速就略调好了 我们只说那个重点就可以 快速略调 然后又地震 对又地震 这地震在bad ending 玩过这个游戏的人应该知道 这个地震是从哪来的 但是我不会跟你讲 因为这属于透剧 好 See you later 好他走了 走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看见一个很多房间 病房 对 有两个是打开的 我们先去第一个 哦 他不能讲话 不能讲话 然后 这边有个patient card 这里面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们再进去 可以发现啊 这边躺着一个老爷爷 然后 快要死了的样子 所以呢 你们仔细看的话 他是没有头发 然后也没有眼睛 没有耳朵的 然后这一关呢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如果给他们 给他找回眼睛和头发 还有耳朵的话 就会通关 嗯 所以我们接下来 就要去找他的耳朵 首先往前走 得往左边走 这游戏很奇怪 我跟你说 你看啊 他这个左右分的有点 是不是很奇怪 啊 一定要照着那个样子去点才行 对 你要往这边走的话 就是退回去 然后往左边走的话 就是那一条道 好 进去之后 从抽屉里面拿一个火柴 然后再一个枕刀 教宴者的话 一个老奶奶 他会跟你说 帮忙去抓 抓蜘蛛 对 抓蜘蛛 他说他很讨厌蜘蛛 然后给你一个钥匙 这钥匙是厨房的钥匙 这个是厨房 对 然后这里面可以看见很多蜘蛛 这些蜘蛛呢 必须得用这个玻璃瓶去抓 否则你会走到bad ending 就是把他打死的话 对 你不能把他打死 然后呢 抓过去 哎呀 走错了 抓过去给这个老奶奶 然后他就会说 哎 这些蜘蛛看起来很可爱 嗯 这蜘蛛看起来很奇怪 这蜘蛛看起来很奇怪 刚才说 他讨厌 对 讨厌蜘蛛 然后还说这些很可爱 而且要把他当宠物去养 之后呢 老奶奶消失了 消失了 然后 我们再回到厨房 然后发现这边有一个钥匙 这个钥匙呢 是厕所的钥匙 帮你厕所去看一下 嗯 嗯 Bad Ending 你如果想去Bad Ending 的话 你可以拿剪刀去把这个眼睛给刺下来 然后拿到眼睛 哦 但我们绝对不能这个样子 嗯 大家记得不能流血 所以我们先拿这个 瓶盖 瓶盖 看下厕所 然后就会发现有个钥匙 嗯 然后这边有个头发 嗯 我们呢 这个钥匙是哪儿的呢 这钥匙是哪儿的呢 刚才那个门锁起来了 那是那里 不是那里 这钥匙是这儿的 对 这里 然后在这里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Call me 555279 对 CALL ME 感觉 会有很好的事情发生 但是呢 这个啊 这不是什么好事儿 它这是帮你叫护士的 对 然后这个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打 但是我们发现少一个2字 嗯 然后这2字从哪儿拿呢 这边抠下来 把这2也抠下来 哦 还有剪刀就能抠下来 对很简单 然后把这2装上去呢 嗯 我们就可以打电话了 嗯 刚才是 279 279 哎 这样电话一响 可以看到下一个场景 哦 是眼睛 对眼睛 哦 不用伤害上去 要接电话吗 不用 在接电话之前 我们要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场景在bad ending里面会 嗯 会怎样出现呢 是以两个小丑互相打架的方式去出现 然后很残忍 好啊 但我们是结电话所以直接就跳过去了 回来了 这电话就是返回到现实 嗯 然后我们发现这位乌鸦会咬这个耳朵 嗯 所以把瓶盖给他把耳朵拿回来 哦 那现在我们就齐全了 走吧我们去还给老爷爷 还给老爷爷 我们是给他安装上去 无论安装 OK 这样的话 让我帮你 对 这小丑会帮他修好了 哦 更好 嗯 谢谢你的帮助 所以 然后他会问老爷爷在那个墓地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这老爷爷会跟这个小丑和我讲 墓地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 这个大家也可以找光略翻译 然后 我们可以快速掠掉 接下来呢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 呃 墓地 刚才我刚才有讲过是墓地 我们要去调查一下这个老爷爷为何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是要去调查线 我们快速掠过 好 好 我们可以走了 我们可以走了 之后呢 出门 不对 不是这儿 这儿 嗯 如果是 bad ending的话 你会跑到楼上去 嗯 继续解锁 嗯 但是呢我们不用我们要出来 我们就可以出来了 然后呢 我们就走到这个停车场上去坐车 但是这个车又不是免费给你搭的 你要找车门票你知道吗 嗯 所以不是门票 那叫车票 然后我们可以从这边找到一个鱼刺 就鱼刺一会儿 看到鱼刺了 嗯 对 鱼刺一会儿会告诉你怎么用 然后这边有一个垃圾桶 垃圾桶里面有一个车票的 车票的一个小部分 对 一小部分 然后我们拿鱼刺 嗯 那是鱼刺干嘛 哈哈 哪个 鱼刺往树上砸吗 不是 这边有一个气球 哦 飘来飘去的气球 然后就可以拿到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一块 一小块 然后呢 我们 走到 这边 就可以找到一个烂屏幕 哦 有一个 坏掉的房子 不能进去 进不去 对这边是进不去的 然后我们在这下面找到一个另外一块 嗯 还差一小块 对还差一小块 这一小块在哪呢 这一小块 我们先把烂屏果放进去 然后再回来 哎 有老鼠把这个辣椰箱给 哦 看到车票了 看到车票了在这里 对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坐车了 把车票给他 好 好 Cause you are my girl You are the one that I envision in my dreams